因為新的章節嘛 好煩喔你 為什麼我們是用一堂二堂 好了 我們現在講那個通跟通律 那要幹嘛 最簡單來講 我們對力有概念的嗎 力是什麼 力是什麼 力是一種能量 力是一種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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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你怎麼在動 所以只要在動就有力 所以在太陽太空中有一顆隕石在飛 它有力 沒有 不一定 不管是沒有或是不一定 都要再繼續往下講 我們不是要檢查 我們現在有一個聲音 你要說明清楚一下 力是什麼 實物體改變運動狀態 可以這樣解釋 力可以使物體改變運動狀態 合理吧 本來是直線運動 把它變圓中運動 或者是本來是靜止的 讓它加速的 力可以改變運動狀態 那 你力的作用過程當中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力的作用過程 力的作用過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力的作用過程 這個過程中 到底發生什麼改變 能量的轉換 力的作用過程 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能量的轉換 怎麼樣 這個時候就要加一個 那什麼 三個連續 再加一個小一點 欸 你怎麼可以 三個投入 三個投入 插掉 不要插掉 三個投入 非常好 這個力的作用過程 我們先看到一個是能量的轉換 譬如你看 這個球在動 我推它一把 它速度變快了 那能量從哪邊轉到哪邊 從這邊轉 從我的手轉到這邊去 這能量轉換 靠我對它私利來做轉換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簡單來講是 誰對誰做工 我的右手對左手做工 還是左手對右手做工 我的右手對左手做工 讓它跑快一點 對不對 所以 它的能量會提升 那它能量會消失 沒有消失 沒有消失嗎 有消失 它給它 一定會消失 這樣能量手很圈 全宇宙的能量手很圈 所以 我要對它過工 它的能量就會消失 來想一下 我這粉筆在這邊 它現在是靜止的背 基本上我們講 靜的東西都沒有動 靜止 它現在 欸 掉下來了 這樣摸到我手的耐傷 它速度變得滿快的 那為什麼會有速度變 變化或是增加 因為有地心 地心的力 對它怎麼樣 對它做工 對它做工 對不對 你剛剛做什麼 中力加速 地心的作用 讓它產生中力加速度 有中力加速的結果 是讓它速度變化 但是你要換個角度 我們用能量的角度來說的話 地心 地球對它施的力 讓它的能量增加 讓它的能量增加 所以它地球對它做工 地球對它做工 譬如我現在推這把椅子 推一下 我有沒有對它做工 有 我對它做工 它就得到能量 可是它會有沒有靜止 它如果得到能量的話 我們應該會動 它那個摩擦力跟阻力底下 OK 沒錯 摩擦力跟摩擦力底下 所以摩擦力消掉能量 那如果我底下來講 你看摩擦力的話 它的摩擦力就會產生什麼 摩擦力消掉能量之後 能量轉換成什麼 轉換轉換 轉換 你看轉換成了 夾要有尺寸在動 會承在動 還有呢 它有摩擦上面的地板 還有呢 它還在吸力在動 空氣在動 給空氣 還有呢 腳後位給空氣 他有讓你開始破除 最重要是加熱 你很奇怪 因為剛才有講話 沒有講話沒有辦法 這是一種沉默 這是一種沉默 沉默的討論 你們都是對的 要講話一下 讓我感覺到你有在投入 我現在很投入 知道了嗎 那加一點點 什麼東西你 你覺得再強一點 你覺得他的投入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所以呢 我當初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給的能量 現在把他的速度一直增加 他可能跟外界的關係 會消耗掉能量 消耗掉能量 我們想消耗掉的能量 大部分變成什麼 大部分變熱能跑掉了 所以有人說 整個宇宙 像這種小熱能 我們還回收使用 我們沒有辦法回收使用 所以大部分的能量 只要轉換熱能 它就跑掉了 它就散勢到宇宙的動作 所以為什麼地球的能量 會越用越少 因為它就會被用不掉 被用不掉 被用不掉 所以有一天 整個宇宙會越來越難 對吧 所以能量都不見 那時候能量不見 當然說法對嗎 它是跑到宇宙中去 對 事實上宇宙中還是有能量 宇宙會越來越大 所以越來越來越難 它被奔散掉 能量被奔散掉 所以宇宙有個基本能量在那邊 所以會很冷喔 事實上很冷 在宇宙中 如果你沒事要看的話 溫度應該是3k 3k 3k多少 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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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到招攤認的時候,我們來稍微休息一下 招攤三度喔,我覺得是-275 好,要兩點 好好,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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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玉,有人離開座位 扣兩點 對,扣兩點 就扣了 對,就是這樣 好 沒關係 所以,能量是這種轉換的 轉換過的 我剛剛都轉出來耶 -275耶,最佳是 -275,你有說嗎? 有,負兩百... 這個沒有投入啊 你們怎麼還沒學到這種領東西 既然你自己在同學 這是度,叫做負二、氣三 這是國中... 絕對零度 國二,國二,上天期 我國二的時候每天都在睡覺啦 還沒來睡,所以怪我 對,你為什麼沒有換請我來這邊的 人力呢 對不起 好,OK,點一點點 能量的交換能量的作用 就是靠力的關係 力的單位,記不記得 力的單位是什麼 牛頓 牛頓怎麼定義的 很投入的 一公斤 一公斤怎麼樣 一公斤 怎樣才加速度 對,那是力的 力的計算、力的定義 那我們講說一牛頓的定義是什麼 一公斤乘上 一公斤乘上 一公尺 一公尺就是什麼 所以我投入了 這樣子我... 為什麼... 這樣一下就破點了 這樣子不行 不會啦 你給逛原理 捷哥你是給他三點的 你知道我三點嗎 他事實上是應該先 兩點嗎 一點五點 一點半 他剛剛是一點半 也是很多啊 你知道我剛剛看了什麼數嗎 他剛剛解決... 你蓋個椅子啊 他剛剛解決了... 解決了兩個... 兩個... 兩個... 那是有點的問題啊 那你就收到... 你沒有公布啊 那你就收到... 那一節課的嘛 那你就收到... 不能這樣啊 我又沒有收那一節 OKOK... 我... 都得兩點了 go... 欸 擾亂收口資訊 隨便加一 欸 一牛頓 一牛頓的定義是說 一公斤的物體受了一個D 一牛頓的D的時候 他可能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好 這是牛的定義 好 那我們知道力了 我們也知道做功能 我們也知道能量轉換了 起來做功 那我們想知道 做功到底做多少功 或消耗多少能量 我們怎麼去理解它 所以就有人就做了實驗 他發現了 他發現了 他在講 我如果說 我如果說 我掉的東西 我掉個... 掉個重錘 我去打釘子 我發現呢 我發現呢 這釘子打得越深 咬上能量得到越多 可以大家講 會跟兩個東西成正比 這個功呢 他得到的功會跟兩個東西成正比 跟成正的力量跟距離 哪個力量 不是那種左右力 蛤 就是他給他的力量 蛤 他給他的力量 蛤 他給他的力量 簡單來講說 把裡面質量增加 就是他的力量 因為這是重力 對不對 他跟力量成正比 他跟誰成正比 距離 誰跟誰的距離 兩者之間的距離 兩者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的頭入耳 話有頂頂 跟那個... 力靜靈 力靜靈就是這個力量 不知道什麼力 對 好 跟他的距離很怪 所以說 他就做個定理 定理說 我的功 就等於我的力量成長距離 這個距離呢 必須... 蛤 什麼什麼東西 功啊 你說這個... 這個符號 對 這個符號你現在來... 不是...不是那個... CL 是CL還是... D啊 他... CL是那個... 你又沒在跟我講話 對啊 我跟你講距離就是DF 欸... 你剛剛... 你剛剛有說 你剛剛有說 我有說距離 你有說距離啊 他有啊 我要說那個符號 什麼意義 距離啊 他就說距離啊 不是S的嗎 這不能大家換嗎 高興中別人不可以嗎 不可以 你拼什麼 那我... 可以說 可以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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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有種來嗎 我兩張丁也沒用 我... 你也今天打到這張丁 我一個人 你在你的萬元物理學裡面 可以這樣定理 有啊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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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時間 支持你 我等等 所以呢 他與他跟與他做作用力 還有跟他作用的距離 成正比 好 正問題 功跟他的作用力 跟他作用的距離 成正比 也就是說 因為我假如推上椅子我需要兩油燈的力度 我推一公尺所消耗的勾 跟我推十公尺所消耗的勾 一不一樣 那你從講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混亂 我推上椅子假如需要兩油燈的力度 我推上十公尺 我所消耗的能量一不一樣 不一樣 差十倍 因為我很投入 你臭屁 我講兩油要加一點 這樣就加不完 那我可以把五點 十點換賣當勞 給一百點賣當勞 對不對 跟那個換點一樣 點數要很多可能都換 所以 所以這公也被定義出來 我們你們在把炸彈給一百點 走一下